那说到贸销部啊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在买东西的时候 或者你在消费的时候你被骗了 其实是可以向当局旗下的一个组织 叫做贸销部之友投诉的 那这个组织可能很多人还不了解 但趁着今天有这一场 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过的安全意识营 那官员也到了现场 就教导民众怎么分辨产品的真假 今天这场燃油安全意识营 那其实活动本身为了配合贸销部 也做了一个小小的展览 大家可能不知道 指痛药,二比线比还有插座 原来也有真假之分 表现红色的都是假的 那只有条形马以及MS认重 才是安全的真品 贸销部折扎区主任 Wumi 她也趁机呼吁民众 上网分纪成为贸销部之友 举报这些涉嫌抄袭 或者是作假的商品 提供自己成为一个精明的消费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在《简直》中文字幕在《简直》中文字幕并线工作室 三站